這三個這一個資通電的 這個 就網軍啊 不要講漏複雜 什麼資通電 網軍 網軍大家會以為是鍵盤而已 他不是鍵盤而已 網軍範圍很廣 對 他的高檔 駭客 駭客網軍 對 高檔次的這個網軍 然後呢 說這三位 那這三位的個資公佈之後 這個張妍廷 張軍好像就上網去查 還真的查到 那些人自己寫自己的個資介紹 說我是國防部什麼技術公佈 白痴啊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這麼白痴 照到人家從事駭客 跟網軍的工作 你就不應該曝光 你是這麼機密的一個單位 你還自我介紹說我是 我很厲害吧 表示給大家聽喔 不然應該這樣講 為什麼我會講說 這個喔 會可能會遭到報復 被報復是難免的 你看喔 這個日本的船喔 霧入中國領海 中國就報復啦 而且因為日本有了道歉有節制 所以中國的報復就很輕微啊 意識到了而已啊 告訴你下不為例啊 也沒有像他們跑到日本領海20分鐘就晃蕩了沒有 那台灣的網軍喔 就有個問題喔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網軍也好害客也好 不管你怎麼定義他 我們簡單講都是網軍喔 如果是民間的 就攻擊人家民間的 那個叫刑事犯罪 但是 如果你的這個網軍喔 是公家的網軍 就攻擊人家民間的東西啊 叫恐怖主義 那如果是你這個 這個公家的網軍 攻擊對方的公家網軍 這才戰爭行為 所以說我們上次才講說那個 黎巴仁的呼叫器 那個是 恐怖行為 恐怖攻擊 那不是戰爭行為 戰爭行為是軍隊對軍隊 那才戰爭行為 但如果是 軍隊 去打到老百姓 有的時候是 不小心打到了 那個叫collateral damage 就是 邊緣受傷 那在 國際戰爭法上是可以接受 只要不要太嚴重是可以接受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使用民用器材 然後 這個製造攻擊 使平民大量死傷 那就恐怖行為 所以台灣的 國防部是公家的 攻擊如果攻擊大陸的軍事單位 軍人對軍委是戰爭行為 宣戰了 不是 不一定宣戰也可以有戰爭行為 像以前那個 蘇聯跟美國一樣 也是都弄來弄去 那這個叫戰爭行為 是用戰爭的 角度來看問題 但是我們 國防部的網軍 被大陸指控 去攻擊的是大陸的民間設施 比如說什麼戶外廣告看板 什麼網頁那個網頁 很多是民間的 這個叫做恐怖攻擊 雖然是 情節很輕微 這個跟俄羅斯的駭客攻擊台灣的什麼銀行的網站 對 銀行是民間的 可是 我們是 公家的 俄羅斯的駭客不是公家的 是民間攻擊民間 民間那只是一個形式行為而已 所以大家把這種性質給分清楚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在 在分析這種攻擊行為的 到底你軍隊軍隊是戰爭行為 那如果是 軍隊對平民 這個就可能涉及到 恐怖攻擊 那如果是民眾對民眾 那就形式行為 我再解釋給大家聽 像基地組織去攻打 那個因為基地組織是一個政權現象 他不是一個民間的 他本身有政府的行為 所以他雖然沒有自稱什麼政府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權 所以他這個政府 政治組織 對 政治組織去攻擊 那個 所謂的私貿中心兩座大樓 那就是恐怖攻擊 這些行為裡面 全世界最嚴厲的就是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 通常的話 就是一律死刑 沒有廢除死刑這個問題 沒有一律 所以這個 這個廢除死刑 這也是很好笑的一個事情 那對於這個 如果大陸倒過來也用他公家的網軍 來報復 也是一樣可以攻擊台灣的民用設施 那 那這個就 這就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你就沒話講 因為你先攻擊我 我是可以報復的 報復行為本身是在國際法上是可以接受 我來舉一個很有名的國際法的例子 這個日本人腦筋不清楚 他早前在轟炸重慶的時候 因為重慶距離他們機場太遠 以前的飛機沒那麼好 沒現在那麼好 飛到重慶 就亂丟在平民區 那個叫做無差別攻擊 軍隊對進行無差別攻擊 是不能夠被容忍的 就是戰爭罪 違反人道的行為 所以你看以色列去攻擊巴勒斯坦 都還講說 喔那個學校裡面 啊有了 軍事指揮官 就是要迴避這個規定 換句話說如果有軍事設施在民用裡面 你去攻擊那個民用設施 是合法的 沒有我是要打那個軍事設施 才打到你民用設施 對對對 是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 你直接是像 像日本人是攻擊重慶的住宅區 所以就被國際上指責無差別攻擊 軍隊做無差別攻擊 是 嚴重的犯罪行為 也是 恐怖攻擊 不是一種戰爭行為 那所以 美國就取了這個理由 我就用核子武器打你長崎跟廣島 也是無差別攻擊 因為你先屠殺了百姓 就是說 我無差別攻擊被禁止 可是 如果你 有無差別攻擊 我就可以用無差別攻擊你 報復你 對 那現在 大陸如果 如果根據這樣的一個 國際法上的限制 他也可以報復 那你是不是準備 所以他先公佈這件事情是代表說 下一個步驟 他很有可能就是要報復 那些人不是我的人嗎 那些人應該是 因為廣路上都已經自己說他是了 那這些人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對這些人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證據 這個到時候要如何論證 沒有啊 那個大陸就公佈你 你們三 這幾個人在X的 網站上面有 說你們在幹嘛 你看自己 有找到你的軌跡 有啊 他在X裡面有個Anonymous64 這個網站 匿名64 匿名64 他們最大陸把它稱為匿名64 的一個組織嘛 就他們三個人這個TIP 是不是只有三個人不曉得 而且大陸只找到三個人 所以他們對這三個人要立案偵查嘛 他沒有說要制裁這三個人 所以要立案偵查 但是公佈他的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 問題就是立案他們三個以後就乾脆在國王部吃一輩子的投入 因為離開國王部民間企業大概不太敢用他了 聲明大噪 聲明大噪 除非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去當副民宿長 不然的話 大概其他的民間企業誰敢用啊 不過這個是不是一些不尋常的訊號啦 就是說值得後續的觀察 但最近有一個 就是在台灣這邊要研究一個 大學 畢業生 到中國大陸去失聯了一個多月 現在 國台辦告訴大家說 他是被逮捕的 他是 詐欺罪 劉智調查說他因為有詐騙 涉及詐騙相關的這個 行為嘛 我們細節不曉得 細節不曉得 但陸委會說你怎麼一個月才告訴我 就是說已經失聯了一個月 沒有 陸委會跟他沒聯絡 他有通知家屬 他有通知家屬 印象中有通知家屬 這家屬出來找人 就是家屬出來找人 這是去到大陸去找人 他有告訴他 告訴他說他是因為涉及詐騙 對 他涉及詐騙 那這個就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兩岸都有 刑事犯罪 刑事犯罪 就沒什麼好說的嘛 如果大陸拿了出證據 說你確實是詐騙誰 什麼樣的詐騙情節 那你也沒話說啊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跟柯文整個案子不一樣 到現在還找不到證據 他目前大陸也還沒公佈證據啦 就只是告訴大家說 他是因為詐騙案 通常大陸會用詐騙案的名義來抓他 就表示 大陸是在偵辦一起 詐騙案 發現到他 因為他並不是在大陸 我知道大陸最近 抓詐騙 抓得很緊 包括那個緬甸都被抓了 現在就是整個東南亞 中國大陸 打炸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 的用力 因為實在是詐騙案太泛濫 外交部現在只能告訴外管說 你們要密切注意 因為台灣很多人去東南亞從事 電信詐騙 台灣是電信詐騙的起源地 是發展基地 台灣人不曉得台灣這兩個字在國際上有時候是 聲名浪跡 還有什麼民主人權自由 跟詐騙兩個字都連結在一起 對 有啦 民主自由人權詐騙 連在一起 所以 這個蘇貞昌很好笑 他找了那個唐鳳不在裡面是嗎 唐鳳不在這是在刑事局 不是啊 搞了數位部 搞了這個東西 一個電信詐騙在台灣本島都阻擋不了 你說他跑到馬來西亞去 我們邊查莫吉 他跑到緬甸去我們邊查莫吉啊 不是還有那個女生喔 這個 哭死哭活要跑到那個緬甸裡面去找男朋友 就會去搞詐騙集團嗎 然後還假裝說哎呀他想要離開啦 結果有那種 民間組織要把他救出來 結果發現沒多久他要回去詐騙 那這種人沒救了 就交給大陸處理吧 因為在台灣這種電信詐騙 罪很輕 當場就放掉 不像柯文哲抓到了不放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你不要一直增援柯文哲啦 我沒有增援柯文哲 我講的一些客觀的事實 對啊所以這個詐騙 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到了中國大陸去如果被偵辦跟在台灣的 命運是不一樣的 不然你還知道 大陸上已經有個順口溜啦 當然這有點過分 可是講的 也讓你 不曉得怎麼回答 他說 在大陸上10個台南9個騙 有一個還在訓練 這個實在很糟糕啊 是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遏止這樣子的一個歪風 那我們數位部在吃什麼飯我們不曉得啊 連中華電信都被抓到有 有跟詐騙集團勾結的證據 你要有什麼好說呢 他把很多空號 亂賣 然後賣到大陸去 那大陸的 就在大陸的時候其實大陸的這個詐騙組織也是台灣人去 發展出來 那大陸上也有一些黑社會接手嘛 大陸上要對黑社會還要兇一點 台灣輸出詐騙到世界各國 到大陸發揚光大 曾經還去過非洲 對啊 是很丟臉的事情 遍布五大洲 很丟臉的事情 但是其實 台灣的詐騙集團 最重要是被一個國家學取 發揚光大 那國家叫印度 印度現在的詐騙集團的規模是全世界最大 因為他們詐騙對象是講英語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